当情少女被两位帅哥同时追求 190男模和直球中全都难以割舍 这不就是恋宗版的燃动吗 你们仨把日子过好了 比什么都强 哈喽姐妹们 这里是姐妹吐槽局 我又来讲韩国高中生恋宗少男少女恋爱了 上期我们讲到 丽媛和慧城去了海边浪漫约会 慧城却还是没有确定自己的心意 一大早的 他又和雅岩在打羽毛球 小兄弟的心思真是让人琢磨不痛啊 今天的活动需要两两个约会互相拍照 把27张底片都拍完了 才算完成任务 抽到徽章颜色相同的人是搭档 分别是丽媛和东旭 惠人和惠城 秀敏和俊荣 雅岩和成云 又丽和明剑 俊荣能和秀敏一起当然很开心 但是也得疯狂看东旭的脸色 毕竟他们俩的情侣派利德还在手机壳里放着呢 而雅岩一直都喜欢成云 现在有机会和他一组高兴的换衣服的时候都在唱歌 但是成云本人就没那么乐意了 出门前东旭和秀敏又在偷偷私会 东旭想要把钢琴练得更好一点 因为他想和秀敏合奏 现在秀敏要出去和别人约会了 他那叫一个酸呀 雅岩上车后和成云坐在一起 嘴角就没下去过 成云没话找话问他 和谁变熟了吗 雅岩说我跟女生都很熟辣 男生只要跟你变熟就行了 这一下又给成云干沉默了 我真是怀疑昨天那个主作和惠人爸爸聊天的人不是他 同一个人怎么能差别这么大呢 东旭和丽媛坐在一起就完全是朋友聊天 两人都心有所属 聊起来反而不尴尬 东旭努力给丽媛洗脑 会成是真心喜欢你的 丽媛的嘴角立马就飞天了 丽媛是真的很不会拍照 每次都会把手指也拍进去 要么就是拍出来没有脸 节目组怎么也没人教教他 惠人正在准备出门要吃的便当 惠人对他也很体贴 专门拿了纸帮的吸水 看到菜的卖相不好还一直给他鼓励 惠人昨天刚和丽媛骑了自行车 今天又和惠人一起骑 感觉都快成为和他约会的标配了 惠人想拍草丛里的蜘蛛 但没找到地方 惠人直接就上手扶了他的肩膀 这种时候明明指一下蜘蛛在哪里就行 他就是偷偷增加小互动嘛 惠人约会的时候一直在提基地里那两只狗 又因为成云总是和狗待在一起 所以他也经常提到成云 而成云和雅岩的约会可以说是完全不主动 全靠着雅岩在疯狂说话找话题 他不会用这个相机 雅岩要忙前忙后教他用 妹妹努力赚好感的样子真的很卑微 成云就是在完成任务 全程只顾着寻找能拍的动物们 和雅岩的互动还没有和奶牛的多 还得是雅岩主动提出 我们是不是动物拍太多了 俩人他终于和驴有了一张合照 之后两人又去喂了海鸥 果然成云和动物才是真爱啊 优利和明剑都是搞音乐的 在这方面就很有话聊 明剑是立刻会陷入爱河的类型 但是优利就需要跟对方多聊聊 他觉得大家都很不错 所以跟每个人都聊了很多 俊荣和秀敏在车上超级尴尬 俊荣说自己可能会在国内活动一段时间 带去欧洲 然后和秀敏约好了巴黎见面 没想到这俩人竟然是小学同学 甚至还是同一栋公寓的邻居 这大概就是命运吧 俊荣是学模特的 所以非常会拍照 他能一边吹泡泡 一边给秀敏拍 然而秀敏的拍照技术 就和丽媛难分高下了 两人说好要一起入境 但秀敏在对视的那一瞬间 害羞到逃走 相机抓拍到了这一幕 这种少女的羞涩感也太可爱了 俊荣说自己最想拍的主题是男友照 因为之前没有女朋友都拍不了 秀敏倒是很直白 你只要随便找个人告白的话 就能有女朋友了嘛 当然啦 这一句随口的告白 他们都没当真 俊荣今天表现得非常主动 怕秀敏摔倒 还会去扶他的手臂 不知不觉 动作就亲密了 然后俊荣还送了秀敏一张 自己之前的照片 并坦白说 他就是想和秀敏一起出来玩 没有想过别人 而秀敏也实话实说 第一印象最好的人是俊荣 因为他的出场太令人深刻 不过现在喜欢的是谁就不好说了哈 秀敏想看俊荣 把头发全都收到后面去的样子 俊荣也答应了 聊到头发时 俊荣会假装不经意的去摸秀敏的头发 聊美小技巧赶紧记笔记啊 两人走在沙滩上的时候 因为沙子会陷下去 俊荣又找到机会 一直拉着手臂不撒手了 之后他更是主动让秀敏挽着自己走 然后在沙滩上画了爱心 写了名字 这不就是小情侣约会会干的事情吗 俊荣捡了一个贝壳 然后对秀敏说 这个小巧白皙得很像你 哎呦 会说话就多说点 俊荣说 自己看到秀敏的第一印象 就确定是他了 但是跟他变亲近有点难 他本身是很活泼的人 一遇到秀敏就有点不知所措 秀敏说 他比起温暖的人 更喜欢冷漠点的 因为会更有反转魅力 比如俊荣 那天他和东旭有误会 俊荣安慰他 还叫他公主 让他觉得很开心 这个人设不就是偶像剧男二吗 秀敏一直没有明确拒绝过俊荣 反而一直在说他很好 今天约会也很开心 这又给了俊荣希望 本来他看到手机后面的自拍 都以为没机会了 不过现在 他当然要继续奋起直追了 三角恋就三角恋 他不怕 而秀敏也因此而动摇了 猎缘约会完回来 远远看到会城 都会害羞到跑开 其实他也感觉到了 会城对他有点敷衍 在海边约会就只聊海边 早上他只顾着焖头吃鸡胸肉 丽媛在他旁边 晃悠了很久也没反应 总结起来还是一句话 就是不够喜欢 再加上会城回来后 又直接路过他 没跟他打招呼 会人还在旁边说 他们俩吃了他做的炒饭 丽媛一下就难受了 只能委委屈屈的说 那一定很开心吧 就在少女心事复杂的时候 会城在干嘛呢 他还在吃 东旭都看不下去了 趁着丽媛回寝室 他专门把会城叫过来 来了一场兄弟之间的谈话 会城到现在还是说 自己的心向所有人开放 东旭一直在引导他说出 对丽媛有好感之类的 可惜都失败了 东旭是真的很在意秀敏 秀敏还没回来 他就一直在操场里等 但是秀敏和俊荣光顾着聊天 连照片都没拍完 太阳要落山了 才在基地里拍完 承允因为摸了动物 手会痒 雅炎立刻下车 去给他买了抗过敏的药 不过其实雅炎也感受到了 承允更喜欢会人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看到了剑打巧克力 承允随口就说 这是会人喜欢的 然后买了三个 我都有点心疼妹妹了 这明明是他的约会时间啊 而会人知道了 柜子里的巧克力 是怎么来的之后 还专门跑去感谢雅炎 在后材的时候他说 承允记得我喜欢的巧克力 然后再跟雅炎 约会完回来的路上 给我买了 这是我来节目后 最感动的事 唉 到底有没有人 考虑过雅炎的感受 雅炎今天虽然心碎 但还是坚持在本子上 写了承允的名字 观察室的嘉宾们 都替他心酸了 他到底做错了什么 而承允竟然当着雅炎的面 和会人大聊特聊 今天去了打理玩 雅炎气得筐吃 另一个牌子的巧克力 大概从此 都要对剑打巧克力 PTSD了 然后承允又主动和会人 一起去喂猫 两人抱着猫猫拍了大头贴 雅炎看着他们 成双成对的走了 只能去找其他人拍大头贴 雅炎 秀荣和丽媛 刚好凑成 苦情丹恋三人组 但是老天爷也跟他们做对 他们拍的时候 机器刚好没墨水了 雅炎在女琴里 和会人单独谈了心 两人都明确了 喜欢的人是承允 而雅炎也明白 自己和承允 总是有点不太和谐 他发现 承允和会人在一起的时候 原来那么多话 这才知道了 喜欢和不喜欢之间的差别 雅炎到现在也想放弃了 决定要去了解新的人 就在大家相处的第六天 节目组有了新的任务 他们可以进行 一对一的树屋秘密对话 会人竟然选了俊荣 只因为和他聊的最少 俊荣对他没兴趣 所以聊的也很随意 俊荣知道会人喜欢成语 然而会人却觉得 俊荣应该是喜欢雅炎或者优利吧 这话把俊荣都整笑了 你这一个也没蒙对啊 他还记得修敏说过 要他把头发都梳起来 所以今天就照做了 大家都发现了他换了发型 但不知道原因 这就是他和俊敏之间的小秘密了 两个人坐在一起 看昨天的照片 俊敏又害羞了 今天两人都穿了同一套校服 俊荣马上拍了个情侣装纪念 俊荣今天的公式确实很毛 他还拉着俊敏给他变独心小魔术 俊敏是真的被骗到了 而东旭在这时 竟然把手机壳里和俊敏的合照换了下来 然后还把新幻赏的昨天的照片 给俊荣和俊敏展示了一下 这个操作我就不懂了 俊敏气得和姐妹们疯狂吐槽 明明是他看到东旭放了才放的 现在东旭怎么能换下来呢 俊敏秘密对话选了俊荣 他现在越来越混乱了 也不知道和俊荣说什么 还需要再整理一下心情 成语是确实很喜欢会人 昨天他和雅燕约会的时候 竟然还不止给会人买了巧克力 他在海边捡了个贝壳 回来就立马偷偷送给会人了 唉雅燕果然只是你们play中的一环 对吧 成语一直在和会人分享 昨天看到的那些动物 两个人边聊边捏纸巾盒 蠢蠢欲动的手 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要牵上了 丽媛当然选的还是会成 两个人面对面的时候 丽媛都不敢正对他 妹妹心动的表现是真的很明显 丽媛总觉得 会成是男生里最帅的 这大概就是爱情使人盲目吧 但是会成一直没有正面回答他 对于他表达的好感都默默避开了 会成才高二就谈过两三段恋爱 不过都没有坚持很久 最多的是五十多天 丽媛马上反应过来 那看来是没爱过呀 会成不懂爱的定义 只能又转移了话题 丽媛主动帮他折起了直接玫瑰 会成却还是说 自己没有很确定被吸引的人 现在还在观望 丽媛说话的音调明显就落下去了 秀敏原本和丽媛 东旭坐在一起吃东西 丽媛去了练习室 秀敏也打算去 东旭却主动问 你要丢下我一个人吗 不要走 秀敏的小心脏一下就被击中了 居然倒退着退了回来 这真的不是漫画情节吗 东旭还主动吃掉了秀敏吃生的食物 男友力瞬间爆棚啊 会成居然选了亚岩死了 他因为之前的芭蕾课 对亚岩还是存着一份好感的 平常亚岩在练习的时候 会成也总是壮见 两个人莫名其妙的就熟了 会成其实也记得亚岩的所有喜好和身高 他们不知不觉就聊了一个小时 连水都没有喝 难道说这对CP又要发展起来了吗 这也是完全没料到的展开哈 就在这时 丽媛和秀敏恰好从小屋旁边路过 抓麻的事情来了 那个屋子竟然不格一 丽媛一下就听出来 里面是会成和亚岩 他已经要被醋一淹没了 你觉得丽媛和会成还有希望吗 休敏优惠的三角恋里偏向谁呢 想看后续的话 别忘了点赞评论关注我 想看的人多 我就继续多下去啊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